示范实验,模拟封面的形成 气团是在水平方向上温度和湿度均匀相似的一大团空气 那如果两团性质不一样的空气靠近时,会有什么变化呢? 让我们借由实验模拟来观察看看吧! 准备两个一千毫升的大烧杯,线箱,打火机,一片塑胶板,冰块和热水 取其中一个烧杯甲,将线箱点燃后置于其中,并盖上塑胶板,让烧杯中的白烟不会散失 等到烧杯内充满白烟后,取出线箱 将烧杯甲浸泡热水数分钟 在另一个烧杯椅中放入约三分满的冰块后静置 将盖上塑胶板,且充满现香白烟的烧杯甲横放 接着小新将装有冰块的烧杯椅,往透明塑胶板合并,静置数秒钟 小心且迅速地抽起塑胶板,并维持两烧杯的杯口对准合并 注意,靠紧时不要太大力,避免烧杯重击破裂哦 观察烧杯中白烟流动的情形 可以发现,暖空气在上,冷空气在下 且冷暖空气间形成一个交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